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庸笔下的江湖是关怀陆离的江湖 是刀光借影的江湖 是峡谷柔情的江湖 是为国为民的江湖 不同的江湖融合在一起 组成了一幅宽广 辽阔 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 有许多迷 让无数读者疑惑 但是不管如何想象 依然难以找到合理的答案 辉哥便与大家一起分享金庸小说中十大未解之谜 金迷们 是时候展现你们真正的技术了 你能回答出几个 迷之一 神雕侠里中小农女被全真教的影制品迷接 为什么没有怀孕 大家应该记得 在一天出龙记中 当年杨潇常报了峨眉派女弟子季晓福 之后呢 巨晓福居然就有了杨潇的骨肉 杨不悔 杨大爷 你简直就是飞机中的战斗机啊 陆顶机中韦小宝更是英雄初少年 在扬州立春院大床上和七个姑娘一起欢乐经销 阿科 肃权 双双中奖 小宝同学水平可圈可顶 而天龙八卧中断延期的狗屎病简直就匪夷所思啊 当时他双腿残疾 浑身烂疮 在意识模糊 奄奄一息的情况下 居然就被白衣观音刀白缝给强行占有了 而居然 你也就在天龙寺外菩提树下 断老汗 含泪埋下了断育这颗种子 好了 轮到尹志平同志了 你站尽了天时和地利 吭吱吭吱忙了一宿 最后居然颗粒无收 不得不说全真叫男团 全是废物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辉哥以为小龙女之所以没有怀孕 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原因 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先生其实早就暗示过我们 还记得小龙女睡在哪里吗 小龙女睡寒冰床 没错 她睡寒冰床 女子属婴 再加上常年睡在更寒冷的寒冰床上 估计子宫在年纪轻轻早已冻坏 这能怀哪门之运 第二个原因 我猜应该是古墓派内宫十分奇特 督布天下 小龙女及时运用内宫 将尹志平这个禽兽留在体内的东西逼出来了 对 没错 是用内宫逼出来了 所以 这才是小龙女没有怀疑您的真正原因 谢谢大家 这就这才是小龙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